做菜真容易 夏日炎炎擋不住的 酸甜鮮辣好滋味 好 我們先把這個米線呢 先汆燙一下 水滾了之後放進去 好 大概有一點軟度之後 我們就要拿起來了 放到冰水裡面 那蝦子怎麼汆燙呢 它是水滾之後放進去 它只要有本身它一點點水分就夠了 不需要太多的水去穿燙 就是你洗乾淨的這個水這麼多就可以了 含有豐富的鎂 可以降高血壓 是非常好的食材 等它涼一點之後再去剝它的蝦殼 好 我們把蝦子呢對半切 青菜也來穿燙一下 蘆筍 好 一樣把它放到冰水來 好 這個小工具呢 一邊可以刨片 然後一邊可以刨絲 那你要多少再刨多少就可以了 就不用一次刨太多 現在我們就要浸泡我們的米紙 大概兩三分鐘就好了 開始來調我們的醬汁 蒜頭先放進來 一根辣椒 糖 魚露 檸檬 少不了的 好 全部把它拉一拉就可以囉 好 醬汁做出來要讓它沉澱一個十分鐘 它的味道才會釋放出來 輕輕的包 因為它很薄 我很喜歡假日跟孩子一起 有吃又有的玩喔 好 我們這一道越南鮮蝦米捲完成囉 unch 說到